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三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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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要称上福愿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信之自身无力 信是相信的信 知是知道的知 你相信才叫知道 你知道了才叫相信 信之 信之自身没有力量 第二点 要信之弥陀有力 如果这两点没有 你肯定靠不上佛的力量 靠不上佛力 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力量 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 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 肯定不想不愿意放下脸来去求人的 是不是 大家求过人吗 自己觉得自己能办到我能够放下脸面求人吗 这就是凡夫的交慢心 所以这个慢心很重 我们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业的凡夫 没有力量的话 我们就心里边啊 就有一个傲慢心堵在这个地方 像一个瓶子 他自己呢 里边是空空荡荡 他不认识 他把他封起来说 哎 我的瓶很满呢 什么满 你没有空的 他说是满的 我们内心里边啊 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 不是说我们开悟那个空空荡荡 是没有功德 贫瘠得很 结果我们自认为有修行 有功德 这样你是靠不上佛的力量 第二点呢 信之弥陀有力 相信弥陀呢 有决定性的力量 信之弥陀有力啊 大家都会觉得 是啊 阿弥陀佛当然有力量了 但是如果第一点 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那么第二点 就是一个口头语 是一个观念 跟我们自己呢 不发生关系 就好像啊 这个病人呢 看病 他相信这个人呢 是神医 但是呢 他不相信自己是病人 他会找这个医生吗 会不会 哎呀 你是医生 你是医生 医术很高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是病人 他如果知道 自己是个病人 非得这个医生治不可 他决定能靠着上他 对不对 不然靠不上 所以呢 信之自己无力呢 这是我们发起 愿意衬托 佛的愿意 这么一个愿望 有这个心 那么信之弥陀有力呢 就有靠 阿弥陀佛到底 能不能救得了我 我烦恼这么重 妄想这么多 阿弥陀佛有力量 救得了我吗 你这个怀疑了 靠不上了 这脚就不敢上去了 那么相信 妮陀 决定有力量 救得了我们 你就呢 有靠 好 自己愿靠 也有靠 怎么靠上呢 第三点 专成 妮陀佛名 靠上了 你专成 妮陀的名号 就靠上了 妮陀的愿力 在无量书经里边呢 有这么四句话 也是说到对净土法门呢 一个正确的心态 他说 千静 闻奉行 踊跃 大欢喜 娇慢 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千呢 是谦卑 就是知道说 我不行 我的力量不足 不足以呢 达到极乐 无为涅槃界 认识到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静呢 是静奉佛 阿弥陀佛能救助我 千 静 闻奉行 是听说 练弥陀名号 人到净土呢 我就一叫奉行 那这样呢 决定往生 所以踊跃 大欢喜 那么 娇慢 必懈怠 什么意思呢 我能修持 我有力量 我虽然现在还没有 开悟 我明天差不多能开悟 明天不行 我后天可能差不多 结果过了无数个明天 和后天 越来越不行了 那这样叫反观觉道了 算我现在这辈子不行 我下一辈子差不多可以 哎呀 这个都是颠倒了 我们不要等待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是越来越差 整个时代的风潮越来越差 我们众生的根基 你下一辈子再出来 能不能做人还不知道 做人能不能遇到佛法还不知道 一代步一代 所以不要抱有这种心 所以不要抱有这种心 这种心呢 叫娇慢 必呢 是必恶 怀抱这样的心呢 就是懈怠 不精进 那这样呢 难以相信阿弥陀佛的救度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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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